比如说游泳 你看我讲到你的初恋 不是free的啊 你的初恋是打 奥运会对你的意义 是什么 奥运会 对我来说就是 每一个运动员的梦想 I mean 运动员 不管你serious不serious 每一个运动员都是of course想去奥运会的嘛 可是对我来说 奥运会 你还没有去的时候是一个梦想 你去到奥运会的时候 你会 会开始觉得哇 我真的真的梦想成真 第二 可是 other than 梦想成真 你会很多很多压力 你只是会以为奥运会 对运动员来说只是一个梦想 你完完全全是没有想到 其实去到奥运会你是会有很多压力 所以对我来说 奥运会是 a mixture of everything 就是 I have spent basically my whole entire life just training for the Olympics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it could be kind of like stressful的东西也是 明白啊 可能因为 当你第二次去到奥运会 你也看到 原来是那么多勇手 还比我们厉害 对吧 所以从这边 我们也让我们去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的standard 我们是更需要更多更多的努力 来去 so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在你的游泳之旅 你觉得你这方面 可以帮助到 你爸爸妈妈分担 一些怎样的这一些 可能 负担呢 有 我觉得两方面上 第一就是 他们会比较放心 因为他们本身都是运动员 不是很serious的运动员 他们都是有运动的 so 我17岁进国家队那一年 他们就 了解 很了解 就是 they know I'm in good hands 就是他们会很放心 就他们知道 Paul啊 或者我的teammates啊 他们都会去 全部帮我成长这样的东西咯 所以一方面 那方面他们就会很放心 第二呢 就是钱 这一个问题 就 我是来自一个很normal 很normal的家庭 而且的时候 就 问我 你还要不要继续游 不要继续游的话 你就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 每一个月要付这样的 这样多钱 就是为了给你去游泳 如果你不去的话 我们这些 钱都可以 我每一次听了 我就会这样跟你讲 跟他们讲 你送我去游泳 我游到好的话 我申请奖学金 你一分钱都不用给 所以我就是这样跟他们讲咯 结果真的是给我 申请到一个full scholarship 去美国 读大学 可以帮到我的parents 就是release 这些 他们不需要付这些钱的话 就我觉得帮到他们 是真的很多 我觉得大学 现在education 是真的真的不便宜 所以 一分钱都不需要出 对吗 嗯 他们一分钱都没有出 现在我去了 US 我的income 都是either national team 给 或者是我的学校给 所以他们其实是 我 SBM那一年 从我17岁那一年 是根本没有给我零用钱的 就 叫你自己 找商啦 是吗 叫我自己 哎呀你有钱了 你自己走了 你 他们不要给你钱了 你也是不要回来啦 哈哈哈哈 so yeah 很像 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 他们都说 哦 因为可能 呃 你现在的分享是因为是 我们 是已经达到了 世界级的水准嘛 但当然 這樣当然我们是 呃 有 富儿劳文咯 但是 呃 我是 我是这里想补充一下 就是跟爸爸妈妈们说 或者跟其他人说 even 你不是到世界级的运动员 哦 你有参加代表学校 还是代表 手呢 其实现在 呃 我们马来西亚大学呢 他们都很注重 这一个运动 他们 even 他们会给你 scholarship although it's not a good scholarship but at least a 30% 50% 70% or 100% um based on 你的 成绩啦 OK 所以 so GN 你对你这次的奥运会的表现 满意吗 呃 99% 满意 我不可以讲100% 100%满意的话 我可以退水 哈哈 so 99% 因为 我的目标 我有达到 我的目标就是 100W想要 创造 个人 因为我的个人的记录就是 国家记录嘛 so 就是创造一个新的个人记录 所以那个我达到了 so 我是满意 很高兴 我所有付出的努力都pay off了 讲99%呢 剩下1%呢 是因为我想要更加好 所以我就是讲99%满意咯 so that 1% is going to be a motivation for me to push myself further starting from quarantine 所以我认识 我想问一下你 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 哈哈 我还不知道 ok 比较啊 因为 大家都懂我从 刚刚从美国回来嘛 可是我是不想要回去美国了 so 我会 呃 我打算是呆在马来西亚 可是如果是 呃 训练方面 有问题的话 我是 不会hesitate 赌回去美国啦 呃 明年我是 confirm 我是shortlisted了啦 for sea games commonwealth games Asian games 明年也有worldchamps 我已经qualify了 so 4个比赛 很大的比赛 我都会呃 努力去train for it啦 好 谢谢你 so 呃 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啦 ok 我想问一下 你的初恋是长什么样子啊 哈哈哈哈 你看我讲到你的初恋你就这样开心 啊哈哈 我知道一定有的 其实我是没有初恋真的 我有dating过 可是 不 我不大明白初恋是怎样啦 I mean 有跟人家date过 可是就是 你们全部讲的那种 啊 肚子有butterfly啊 这些东西啊 是金章啊 西北干中那种 我是根本没有体会到的 so 初恋我觉得是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讲讲 来分享一下你 你的所谓的第一个bad 啊 是长什么样子啊 哈哈 啊 按摩按摩 哦 按摩啦 按摩啦 按摩长什么样子啊 眼睛大大 眼睛小小啊 肥肥啊 矮矮啊 我不懂 我觉得马来西亚人都觉得 按摩挺好看的嘛 对不对 觉得他好看就可以了 你要怎样去想 你怎样去想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alright 其实今天很谢谢你啦 I mean 谢谢你的时间来去分享 那么多 就是 从你口中 而且 从你的experience 来分享你 啊 你的这个过程 给全部人请 然后 嗯 也让更多的爸爸妈妈们 或者其他人知道 其实呢 运动呢 它的这个价值 不是在于输跟赢 其实它最值得 呃 就是最值得这个价值啊 是在我们这个运动方面中 能学习到的这个生活价值 对吗 君恩 对对对 就让我们 对 就让我们从小 呃 去呃 面对种种的这些困难 然后一步一步的脚印了 来去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吗 嗯 好 你们这次有拿到什么吗 因为很多东西 鞋子也有 哈哈 就 就 想一下给我们看哦 可以可以 我可以给你们看 我们有一共有两个Samsung的product 一个电话 还有一个earbud earbud 就是这样罢 可是很好用啦 我现在在用着 呃 电话嘞 是 Galaxy S21 就是这样 这是normal but then 后面它会有一个Olympic的logo so如果我拿去Shopee卖 可以卖很多钱 那我说 全部教练你要口水哦 全部教练这样了哦 对我来说勒 这个不是free的啊 对我来说勒 这个是十年的hard work买的 嗯 yes yes so yeah and it's priceless priceless 真的是priceless 有鞋子啦 鞋子 在这里 S6啊 嗯 S6 很 很normal的鞋啦 其实我 我穿着这个去opening ceremony 因为很舒服 Jing Eun Do you have olympic tattoo one of my yes where 有有有 我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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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zoom到一半啦 脚上来很奇怪耶 不要紧 再拿多一次 再拿多一次 I love it 你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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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看不到叻 谢谢你 for today the interview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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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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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